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講人王漢齊 我今天要講的議程是帶您讀緣碼 我的題目是實作一個高效記憶體配置器 左下角是一個QR Code 它是一個我在開發的時候的一些記錄跟筆記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掃下這個QR Code來看 然後最下面是我的Email 如果大家聽完之後有一些問題的話也可以問 我會先介紹今天的議程 今天的議程的話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先介紹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有效的記憶體配置器 我們會再講解我們目前Github上開源的既有的實作 然後會再去針對我們自己需要的部分來去設計配置器 最後呢我們會再多個不同的平台測試 像是不論是系統或是架構這樣都會做測試 然後最後再下一個結論這樣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從介紹開始 介紹的話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好的記憶體配置器 不外乎就是有四個理由 第一個像是資源的管理 然後還有我們性能的優化 然後不可以出現一些記憶體之類的安全性的問題 還有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寫完一個配置器 它可以很好的移植到其他的平台或是作業系統上面 那從資源管理來看 一個優秀的配置器的話 我們需要依照我們可能運行不同的程式 然後它就進行動態的記憶體分配 像是我們現在在用的是一個PowerPoint 還有假設我後台還有可能有Google Chrome 或是OBS在運行 那我們現在配置器跟作業系統應該就要互相溝通說 我現在可能PPT用的部分比較多 還有OBS比較多 那我們就主要就分配給這兩個應用程式 那我們可能背景的Google Chrome 那它就先把它的記憶體先分給這兩個程式來用 像這樣的資源管理 那再來是性能優化 性能優化就是我們知道我們最近的 不管是PC或是筆電 那我們所用的記憶體都越來越多了 不論從8G到16G 到現在可能有64G的筆電都有出現 那我們希望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用少少的記憶體 就可以完成我們需要配置的任務 那這樣的話也算是一個我們性能的指標 那再來是講到安全性的部分 那不能出現說像是記憶體洩漏的問題 或是我們可能常常會聽到一些 有一些治安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從記憶體的被破解的方式 那最後是移植性的問題 那我們最後 因為我們最後會測試像是x86的平台 或是on64的平台 然後我們做參考的記憶體配置器 它也是一個跨作業系統的實作 那它可以像是在Windows10上面運作 或是Ubuntu 或是我們常用的MacOS等等 我們都希望它可以擁有一個良好的移植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稍微出明一下 虛擬記憶體的印射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上面是我們的VirtualPage的部分 然後VirtualPage的話我們主要就是在我們的 實體的記憶體上面 那中間會透過我們的PageTable來做印射 那我們特別記住我們這個印射的過程 我們等一下最後會有一些用到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我會跟大家介紹我們總共 我們比較常見會用到的分配記憶體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是使用一個叫做BRK的System Code 那它是一個比較簡單 適用於一個比較簡單的記憶體配置場景 那它主要是面對我們可能沒有支援虛擬記憶體 或是沒有NNU的環境下 像是我們在寫BearMental或是嵌入式系統的時候 通常都會使用BRK的System Code 那它的分配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通過調整我們 我們的Process的HipPointer的大小 然後來調整我們所要分配的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的話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記憶體的Memory Map 那從最下面是.tags然後.data.bss 這裡疊上來 那我們可以知道 Hip的話就是我們 我們動態記憶體配置的地方 那這邊有一個指標 指向的是我們Hip的頂端 那我們可以通過調整我們的BRK指標的位置 然後可能往上調 往上調假如往上調100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多調了這100的空間 就是我們接下來所需要配置的記憶體的大小 那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配置記憶體 那它的特點有幾個 第一個像是它很簡單易用 並且它很適合用在一些小塊的動態釋放 或是配置的部分 那它有些缺點 像是它不支持我們用文件印射 或是我們的share memory 那如果你從剛剛聽到現在的話 應該也可以想到有一些 它可能會有一些弊端 像是我可能先分配了第一層的記憶體位置 那我們再分配第二層第三層上去 那此時假如我要釋放掉第一層 也就是最下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 它會沒辦法直接取消掉第一層的配置 它需要等二三層都釋放之後 才可以取消第一層的配置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第二種的分配記憶體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會講到第二種的記憶體的分配方式 叫做AMAP這個System Code 那它的應用場景呢 主要就是在我們可能分配比較大塊的記憶體 我們需要先動態配置它之後再進行管理 或是我們可以讓它的 讓它有一些 讓它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來使用 像是我們可以把它映射到一個我們要的檔案 或是叫做文件上面 那我們通常在呼調檔案的時候 都需要幫它提前分配好的空間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而不用透過Open的System Code 那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這張圖的話 是一個Linux的AMAP的System Code 那它主要就是將我們的記憶體區塊 分配在我們剛剛所說的Heap 還有我們的Stack中間的這一個區段 這邊就是我們用來 映射的記憶體的空間 那它有幾個特點 像是它的靈活性高 因為我們可以分配出來之後 再一塊一塊的切碎 來讓我們自己使用 那我們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些特別的功能 像是它可以支持我們的行程間的通訊 像是Share Memory這樣的功能 那我們再來會來研究我們既有的實作 那這邊上面列出來的三點呢 是目前GEAP上開源的記憶體配置器實作 那它們都有幾個特點 我等一下會一一跟各位做介紹 那我們會先從第一個開始講起 第一個叫做作者是Lostinger 那它的名字就是簡單暴力的Allocator 那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呢 它就是使用了紅黑樹來進行管理我們的每一個的block 記憶體的block 那它有第二個特點就是它的程式碼寫得很精簡 它只用了大概一千多行 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實作 然後它再來也使用了Futex的這個鎖 它是一個User Space的Mutex的鎖 那它是有一個性能比較好 比起Mutex還要好的特點 那再來是第二個實作叫做Stra 作者是Stra 那它的名字叫做Iso Alloc 那它是一個專門為64位元架構所設計的記憶體配置器 那它的特點是它比較注重安全性的部分 它沒有很特別注重在效能 它比較focus在我們所謂的資安的部分 所以它有對我們之前金絲雀的這個問題來做設計 那不過金絲雀不是今天的討論重點 然後最後一個呢是金絲雀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rpmaylock 那它是一個lock-free的配置器 它的特點像是它的支援多個平台 像是它支持我們的x86平台 或是on64位的平台 那同時也有支援多個作業系統 像是Windows、Ubuntu或是MacOS都有支持這樣子 那我就先從allocator開始講起 那allocator它在配置的時候 主要會分成三個尺寸來進行配置 分成小中大 那我們的小型的尺寸呢 我們會使用一個叫做slab的記憶體管理方式 那它的特點呢會是使用一個doublelink list 還有我們使用memory pool來達成我們 在進行小型配置的時候需要達到的追求的速度 那有關於更多slab的知識的話 可以去看筆記有更多的內容 對在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特別多講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allocator在配置中型記憶體尺寸的時候 它會使用紅黑數來進行管理 那為什麼會使用紅黑數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確保我們的搜尋或是刪除的時候 我們的所花費的時間是logn 它可以保證我們的時間複雜度 是一個我們可以控制的狀態 所以它選用了一個紅黑數來進行管理 那我們在分配大型尺寸的時候 它同時一樣也是使用紅黑數來進行管理 不過呢它有增加了一個特點是它使用了mAdvice 它是一個可以告訴我們的作業系統說 我們這一塊記憶體我們需要去立刻的釋放它 或是我們可以先留著 之後可能會用到 它是一個提示作業系統的一個功能 那它用在大型尺寸呢 就因為我們大型尺寸可能 可能時常分配個一兩句來用 但我們可能不確定 它放在那邊就很佔空間 那我們可能要提供一些指示 告訴作業系統 我們怎麼知道把它移除掉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講到的是我們的Iso Alloc 這是另外一個配置器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每一個chunk 就是每一個分配的空間呢 它都是2的密 那並且它都是Ali8個byte的大小 也就是說我們在分配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內部的記憶體碎變化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他們 但是他們比較注重的是他們希望我們可以Ali8個byte 那它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等一下會提到 那我們接下來還可以再使用的是一個叫做ThreadSupport的功能 它會使用像是Spinlock或是Mutex的方式 來達到我們ThreadSafe的目標 那ThreadSafe的目標就是指說 我們可能會有多個執行序同時在進行配置 那我們會為了要保護我們的我們的 我們需要設定一些我們的不能被替換的一些變數 那接下來是它的每一個block 因為我們剛才都有說到它是一個Ali8個byte的部分 那代表說它的最低位的三個bit 是一個沒有用到的情況 那它就做一個簡單的設計 是它設計了一個bmap bmap 然後它就可以透過這個bmap來標記說 我們這個記憶體的區塊 它是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像是如果標記為00的話 它是一個還沒有被分配的一個區塊 那如果標記為01的話 它可能就是一個目前正在使用 正在被配置的一個區塊 透過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標記出像是我們已經被配置 已經被使用過 但是後來已經釋放的一個區塊 還有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金式區塊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會講到我們的rpmaylock 那rpmaylock呢它使用了一個atomics的變數 來保證我們的性能是很好的 然後同時也保證它當前的超速具有不可分割性 那它也使用了一個叫做tls的model tls的全名叫做threadlocal storage 它代表的是它允許每個執行序 擁有自己的一些變數跟儲存空間 那這些變數就是掛在這個執行序下面的 也就是說我的執行序跟其他人的執行序 他們是掛在底下的變數 他們是互不干擾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 它把這個東西命名為threadcage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rpmaylock 有為每一個執行序都配置了獨立的threadcage 那我們把threadcage簡稱為tc 那我們的每個執行序都可以在我們的 每個自己的tc裡面進行快速的配置 還有釋放等等的操作 那因為它都是在自己的執行序內 那它就不會有跟別人進行競爭共享的資源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提高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提高它的性能 那threadcage它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我們可不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rpmaylock的作者 所自己創建的一個project叫做rpmaylockbench 那它主要呢 這邊比較的就是我們有沒有開啟threadcage 對配置的時候造成的影響 那我們可以重點關注一下 紅色跟綠色的線 綠色的線呢 是我們沒有開啟threadcage的部分 那紅色的話是代表我們 我們讓我們的threadcage cache的大小是無限大 我們沒有去限制它 那可以看到我們在 以現今來說 比較常見的失調之心序來看的話 我們的紅色是完全碾壓於綠色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threadcage 對我們的記憶體的效能 是有多大的影響的 好 那除了 除了用threadcage的這個部分來看呢 我們也知道我們在呼叫systemcode的時候 是一個很花時間的動作嘛 那我們rpmaylock也有使用了一些不少的機制 來減少我們呼叫systemcode的機會 那我們像是它使用了四層機制來減少 我們呼叫剛剛所說到的mapp的這個systemcode 那它就是主要呢 會在每個thread都用一個單項的link list 來記錄我們有哪些空閒的區塊是可以把它拼湊在一起使用的 然後除了各個thread會有一些空閒的區塊呢 它也會統計一些像是我們 是一個全局可以共享用的空閒的記憶體區塊 那它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先用全局的共享區塊來去做配置 而不是再去跟記憶體要空間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它就可以降低我們一直去跟記憶體要空間的動作嘛 它就可以進行 它就可以加速 那下面它對於large block的大 就是很大的空間的配置的時候 它也是使用了類似於上面的這個機制 那這邊就不再多談 那接下來是我們可能會常見到的 記憶體配置的space器的性能指標 像是我們會有我們的記憶體使用量啊 我們配置跟釋放的速度 或是我們記憶體碎片化 包括像是內部碎片或是外部碎片化的比例 還有我們可能會不會造成一些資安問題 或是記憶體洩漏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記憶體配置器性能指標 那我們會先來做一個 針對一個我們經常配置很大頁面的設計 那很大頁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能經常會使用一些 配置一些幾MB到幾百MB的大小的動作 叫做配置大頁面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叫做 Mapper裡面的flag 叫做MapperProperate 我們來為即將分配的空間進行御填充 那什麼是御填充呢 御填充就是指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我們的虛擬記憶體 它會透過我們的pagetable 印射到我們的physical page上面嗎 那我們在這邊的意思就是指說 我們在分配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它印射到實體的記憶體上面 而不用等到說 我們要用到的時候再造成page fold 然後才把它印射到我們的實體記憶體上 那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減少我們的page fold的數量 進而加速我們的配置速度 那我們設定的時機會是在中型 中小型配置尺寸或是用極大尺寸在配置的時候 才會啟用這個功能 那下面的這一段程式碼 小小程式碼呢 它是我們去實作的一個小小部分 那可以看到它就是透過我們的標記的flag 然後去設定說我們要不要啟用我們的paget的這個功能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降低我們的page fold 那這邊呢是一個測試的項目 這邊是一個叫做有微軟開發的排行榜 應該說排行榜 它是一個叫做mini malloc bench的一個 記憶體配置器的排行榜 那我們的項目測試叫做malloc large 它是一個會在 會配置一個2到25MP大小的一個測試 那可以看到我們將原本透過剛剛所提到的實作 將我們的配置時間從9.62秒降低到了接近6秒左右 提升了大概37.7%的速度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 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我們的page fold跟minor fold 它都有減少到一個 比起其他配置器還要少的數量 那就代表我們剛剛所使用的map plot 是有效的 那雖然使用濾填充會有一些帶來的好處 但它也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像是我們可能會造成一些沒有必要的濾填充 而導致我們需要一直context switch 或是我們的支行的instruction數量提升 然後再來是它也有一些問題是 像是我們在macOS這樣的作業系統上面 它就沒有提供這樣的flag可以讓我們去開啟 那同時我們有一些潛在的可能 像是如果我們分配的空間是很大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會導致我們大量的佔用我們的記憶體 那導致我們的記憶體壓力很大 它就會去跟我們的硬碟來做出微頻 那這樣就會變成本末導致讓我們的速度變慢 還有我們可能會無形中浪費我們的資源 因為像是假如我們需要一個1G檔案中的10MB的部分 那我們為了提高我們的速度 我們將1G的檔案都印射到記憶體上面了 這樣的話我們 但是我們實際用得到只有10MB 這樣我們就會導致我們花費了很多資源 但是其實剩下的990幾MB都是沒有用到的 那這個是我們可能會有的潛在問題這樣 那除了我們針對我們剛才所提到的效能做設計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針對我們的安全性來做設計 再來我們剛才所提到的Mi-Maylock Bench中 有一個針對Double-Free的安全性測試 那我們的RP-Maylock在這樣的安全性測試中它會失敗 那原因是因為作者預設我們穿進去的指標都是一個合法的指標 也就是不可能會是Double-Free的指標 就是它不會是一個已經被釋放過的指標 那我就簡單寫了一個會造成W-Free的程式 然後實際用RP-Maylock來Run一次 就可以看到它的中端器是直接在卡死的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引入我們剛才上面 so-alloc所提到的bitmap來標記我們的記憶體塊 那我們標記的記憶體塊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這一塊到底是正在被使用或是已經被釋放等等的問題 進而可以排解它會有Double-Free這樣測試失敗的問題這樣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我們的快取或是我們的分支來做各種的設計 像是我們如果要針對我們的catch-friendly的這個問題的話呢 我們可以使用GCC所提供的building function 那我們像是使用了prefetch的這個功能 它會讓我們先把我們catch中 我們memory中相頂的資料提前把它置換到我們的catch裡面 讓我們在下一次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會發生catch miss的問題 那或是我們也可以使用我們的building expect的這個 這個building function來對我們的邊緣器來做一些分支的指示 告訴我們說我們可能進到這個分支的機會高 或是進到這個分支的機會不高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減少我們會有分支錯誤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會將我們上述所做的實作 然後在多個平台做進行測試這樣子 那首先呢會在X86 64的平台上面做比較 那使用的cpu是Ryzen的5600X 它是一顆6核12指行序的cpu 然後它的catchLite大小是60個byte 那我們使用的gcc版本是11.1 3.0 那它是只有一個NUMA的節點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比較的項目是時間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提到的maylock large的這個部分 我們減少時間 可以看到我們它減少的趴數大概也是剛剛所提到的30幾趴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其他像是其他的測試項目也有一些3到5趴的時間減少 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說我們像在catch的這項測試中 它的時間可能就會稍微提升 所以代表說我們做的這項實作是有利有弊的 那可能就是要針對我們需要做的範圍或是做的項目來做設定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為了減少我們的page fold 所以也引入了map popular的這個flag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剛剛所提到的maylock large這項測試中 我們降低的page fold的數量是達到了99.99趴的部分 那在其他的測試項目中也有像是在anth trace這項測試 也降低了60幾趴的部分 那像是我們的執行的cycle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無謂的使用map popular的這個flag的話 可能會造成我們的instruction數量提高 那我們就來檢查一下我們有沒有因為使用濫用的那個flag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其他的測試中像是rptest 它有一些稍微的小幅度的提高 但是在其他的測試項目中基本上都是持平或是只有提升一兩趴的 算是一個實驗的誤差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會在一個on64的架構下面進行測試 那我們使用的是emac8180的這個主機 那它是一個32核心32指行序的一個cpu 那它的其他的殘數就跟剛剛的5600X是一樣的 那可以看到我們一樣是我們的meloclatch的這項測試 它的進步幅度就比剛剛的x8664的架構下面進步的幅度還要小 那這邊我們認為的是可能是因為我們的這顆on64的頻率比較低 那它在頻率比較低的情況下它沒有辦法達到像使用mapProperate 這樣這麼 這樣預填充的效果 那我們再來是檢查我們的pageFault 剛剛所提到我們在我們的所花費的時間上沒有得到像x86那麼好的亮眼的效果 但是我們在pageFault的話我們一樣可以看到它降低的是99.9%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也是降低了像剛剛所提到的60幾%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證明說我們使用的這個flag 它是針對我們這樣的測試的話是有效果的 那這邊cycle的部分的話就是一樣 它沒有額外多造成更多的cycle提升 那接下來又進到我們的結論 那我們的結論呢就是我們針對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需要配置一個很大的空間的記憶體的情境呢 我們提出了使用mapProperate的這個方法 並且我們將它實做了 那我們也有確實降低了我們的pageFault的數量 進而達到執行時間的提升 那我有發現一些可以rpmilk可以改進的地方 像是我們可以針對NUMA節點的綁定 因為我們像是我剛才所使用的CPU都是只有一個NUMA節點的 那如果未來再使用兩個或是四個以上的NUMA節點架構的電腦的時候 它可能會因為它要去溝通更遠的CPU而導致我們的性能降低 所以這個是我們之後可以做改進的部分 接下來是我們的plusCPU的部分 plusCPU的話它是一個跟我們的thread cache有做對應的樣子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thread cache它是一個把我們的每條執行序都分配一些變數 那plusCPU的話就是變成說我們把每一顆核心每一顆CPU下面都分配一些變數 那它是這樣的話也可以提升我們的執行的速度這樣子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 那大家聽完之後有一些問題嗎 請說 好啊 好啊 你要看的是時間的嗎 你是說這個嗎 這項測試 這項測試 這項測試的話主要是因為可能我們做這樣優化是針對我們需要配置大概是數個MB大小的優化 那thread的話它不只是針對配置 它可能是針對小空間像是可能1MB 1KB以下的 那我們用這樣的動作來做優化的話它可能就不會有一些明顯的提升 那它可能也會對一些我們剛才有說我們做一些對cache的優化 那不一定那個優化在每一項測試中都可以得到效果 所以像是在anthread這樣測試中我們是沒有得到效果 反而讓它的執行時間變長 好 好 那雖然是特別它的優化 對 可是反而 其它 小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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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而且這邊簡報的部分我們沒有放出我們的其他的參數 像是我們可能會造成額外的contact switch 那contact switch也是會造成我們執行時間增加的部分 那還有包括CPU可能在 我們可能在做CPU綁件的時候沒有做得那麼嚴謹 可能我們需要把它綁在我們指定的6個核心或是12個執行區上面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得到更準確的時間的步驟 但我們主要就是為了看一個它的大致的趨勢長什麼樣子 對 那還有人有其他的 是請說 想問一下就是 如果它是那個 的效果 然後 就是所謂的 就是它 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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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特別挑出PageFord的原因是因為說 我們的MapProplet它是一個 它會 予填從我們的 要的空間到我們的記憶體上 那這樣它我們可以減少PageFord的效果 那我們會特別挑出這一項來做為一個 指標的話是因為說 我們 透過我們 裕填從的這個效果 可以有效的減低它的 它的 它的 PageFord的比例嘛 那你說如果要如何量化它所提升的效果的話 我認為它大概是可以 呃 我有上網查過資料 大部分的人都是討論說一個PageFord可能會造成 一千個到一萬個的CPU cycle的delay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可以降低這麼多的 的PageFord的情況下 那還是有其他的配置的 呃 時間或是它執行其他程式碼的時間嘛 那那些導致說我們在執行時間上只有 只有小幅度降低了34%左右的時間 對 然後 我們在看這個表的時候也可以特別注意到我們的 重軸 它是我們 它只有取過Log的 所以說像我們的 這個以我們的 MalocLarge的這張測試中 它可能只有這樣小幅度的 可能看這個長條圖 它只有小幅度的減少 但其實它是減少了34點多%的這樣的時間 對 所以它是一個取對數的 取對數過後的圖表這樣子 對 希望這樣有回答到你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欸 是 有研究過那個 在計畫上面 在這條電腦上 這個目前還沒有研究過 對 因為我手上沒有 Numa接電是多餘的電腦 這樣子 對 好 好 我們謝謝以上提問同學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私下有問題 再繼續跟講者討論這樣 然後我們再次掌聲謝謝王漢奇講者